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来呈现 好 今天我们完全用天然的红龙果 我们用它的汁加上蜜 醋就可以完成它 把它天然颜色完全呈现出来 因为莲藕它是无色无味 天然的染色可以把它果醋完全的浸到莲藕里面去 呈现它天然的颜色 红龙果的颜色 蜜有各种不同的蜜 你这个蜜是什么蜜 这是龙眼蜜 台湾正宗的龙眼蜜 用龙眼蜜跟我们这个 你刚才介绍什么果 有介绍吗 红龙果 对 跟这个红龙果特别大 怎么个大吧 这一定要自己吃才能够感受到它的对味 是吧 现在我来帮大家教大家怎么做 首先完整的一根蜜蜜 你要把它去皮 切薄片 蜜蜜本身它有天然的淀粉 是 它的蜜蜜粉 切成薄片以后 先用清水把它洗净 各位 这个薄片一般的家庭主妇我干可能还切不出来 是吧 要切那么薄吗 切厚一点有没有关系 没问题 没问题 你怎么切都没问题 是吧 只要可以把它这个酱汁 果醋腌进去 切厚一点 你就要浸泡久一点 这个是马上冰镇 穿熟以后冰镇 马上腌 马上就可以吃了 在这个维基百科上面可以看到 它可以生吃 但是生吃基本上它的口感不是那么好 还是要汆烫一下 要吃熟的 要熟的 吃熟的会比较好吃一点 对 因为凉拌 熟了以后还是不太脆 要冰镇 马上冰镇 搞了半天 我们今天这道菜是凉拌菜 是凉拌菜 来 我们现在开始 现在水滚 水滚了 水滚 我们放下去 这你一定要等它熟吗 还是稍微烫一下就好了吗 还是要等它熟 两三分钟就熟了 因为它切薄片的关系 你怎么样判断 它熟了没有呢 你问对了 怎么样判断 这两三分钟它水滚下去 再水滚就OK了 各位 这个是结窍 绝窍就在这里 滚了放下去 再滚了就起锅了 起锅 是吧 马上冰镇 各位 准备冰镇 要冰镇 冰镇的目的是什么呢 使它口感更清脆 口感更清脆 对 更快的 更快的可以 因为你给它自然的放凉 它会软化 哦 是 这就是命迹 好 好 水滚了 水滚了 把它捞起来 放到冰水里面去 其实莲藕汤 其实你再加一点什么糖 是不是 就变成莲藕汁了 是吧 是的 好 现在我教大家做果醋 果醋 果醋要做 要做 这个 差不多150克 四分之一的 红龙果 红龙果 好 红龙果你还要挑红肉的 有一种是白肉的 白肉就不要用 因为颜色不对 是吧 不对 这个红色 给它天然加分 好 就是要它的 这个颜色 我已经把 这个红龙果 压汁 压出来了 50cc 好 您这个红龙果 怎么压汁的这个东西 你是 它还有特别的用具吗 是吧 皮剥了 把它在这里面 塌戏 塌汁就掉下来了 哎呦 这个讲起来简单 做起来不一定简单 各位 这个你不需要 不需要买什么果汁机 是吗 大家看看 很简单的 这个弄碎了之后 你看拿汤匙这样子搅 把它压一压 就是非常新鲜的一个 红果的汁 对 原汁原味 看看 各位 非常简单的这样一个做法 对 就这样子 你剩下的这个果泥的果渣 你直接吃了 直接吃 也不要浪费 不浪费 一点都不浪费 差不多这样子是 差不多50cc 是 然后蜂蜜 蜂蜜 50cc 糯米醋 这个糯米醋 这要特别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江师傅 这个独家的酿制的这个成年的老醋 各位 这个未来呢 我们会在这个我们的网站上面 会特别做这样一个介绍 是 这呈现的天然颜色 是吧 这个就是 红龙果 红龙果甜的 这个蜂蜜也甜的 是吧 这个两个加起来呢 在这个无色无味的这个莲藕呢 来做这样一个组合搭配 对 把冰正好的莲藕泡下去 哎 就那么简单啊 各位 这样就上色了 给它充分的浸泡一下 这个基本上好了之后 我们放个冰箱浓尝 是吧 是 放个一天两天 其实都没关系 让它注射 对 或者是直接这样吃 都没问题 好 这是我昨天做的 现在我们请华哥来为大家尝一尝 昨天做的味道 来 来 来 我们尝尝看 好 来 尝尝看 这个呢 果醋莲藕 用凉拌的方式 是 怎么样 哎呦 各位听到有咔嚓咔嚓的声音 第一个它很脆 在口感上很脆 第二个呢 就是它那个蜂蜜的味道 马上进来 是 第三个呢 就是它那个红果 后面跟着进来 所以这一道呢 这一道凉拌呢 它有一个层次感 各种的风味的层次都可以出来 是 很爽口 很爽口 大家可以在家里面 试着做做看 好 好 这样 太绝了 太绝了 想吃 那么 感谢 今日 小语 是 不